马说,央视春晚规则生变,苗妇曹云金都将登上狗年春晚。 华商网消息,一直以来,语言类节目是央视春晚关注度最高的节目类型。 2017央视春晚语言类节目共有9个,内容涉及家庭亲情、传统文化、心理健康、诚信友善、社会新风等题材。 据悉,狗年春晚语言类节目也已启动,多名春晚语言类节目的首领演员表示,大概两个月前就接到了春晚语言类节目组邀请,部分语言类节目的编剧已经入驻影视之家开始创作。 和往年一样,此次部分语言类节目主题依然是命题作文,节目主题由节目组指定,内容涵盖传统文化、家庭亲情等。 一名演员介绍,今年语言类节目不再像以往那样准备多个本子,而是就针对一个已经通过的本子进行细抠、修改。 项目往年都是准备多个本子,然后再改,从中选择。 今年就是认准一个本子,行不行就这一个,对演员来说更轻松些。 日前,曹云坚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,自己已经接到央视春晚邀请,正在积极备战。 当记者问到,是否肯定在春晚舞台上亮相的时候,曹云坚表示,哪个演员也没有这个把握。 陕西向上演员苗富也早早就开始准备了。 近日,苗富在微博上曝光了自己的春晚筹备团队,并配文,接地气的春晚剧组,感谢各位老师,引发小品迷的猜想。 认为曹富志在必得,看来是登狗年春晚的几率极高。 值得注意的是,截至马说节目制作,德云社方面并未回应是否已经接到邀请。 余谦过得刚这对相声街的顶梁柱,估计要再次缺席。 关于此事,马说节目的看法是,央视春晚总是有些遗憾,红年春晚没有六想灵童出场,而狗年春晚给大家补上了见明星的遗憾,苗富曹云坚都值得期待。 更多严肃娱乐评论,欢迎各大APP搜索马庆云进行订阅。